正方 佛稅南 孫苑 反方 佳麥陀余中 學 現在讓大家介紹雙方辯園 正方 主辯 鄭浩聰 學 第一副辯 陳浩齊 學 第二副辯 陳朗妍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登場的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馬英六修院學校中學部中文辯論隊教練范君華小姐 獨立名外專上學院辯論隊前隊長孫艷國先生 以及拔稅女書院辯論隊教練范君華先生 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結辯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公辯有每方 公辯則為每方兩分鐘 自由辯論則為每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有30秒一丁響提示 朝時15秒則會連續登記下 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佈了給各個參賽學校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現在就先開始比賽 首先由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在台前準備並向計算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運動宣言 環境的遊戲特質而出於與他人比賽或者自我奮鬥認識的一切身體活動 都可以稱為體育 所以國際電子競技聯合會認為 在虛擬環境中有競爭的遊戲 亦都是大眾普遍接受的規則下 以身心能力爭取勝利 所以應該性格為體育 可能你會覺得這樣的定義太寬 就是偏偏由鮮來可循 用啤牌來打的橋牌 又或者坐定定在裡捉的國際象棋 都正正是奧蘭匹克特體育項目 和電競單車的奧運項目 有著相同的國際地位 推動電競的發展在國際社會間也一直大力地去推動 例如2018年亞運大會破天荒 將電競比賽列作示範項目 來自香港的電競選手近最後取得一個金牌 其實在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 港府扶款一億以支持香港電競發展 可見政府亦有意進一步發展電競 但未有合適的定位和發展方向 今天國際大趨勢是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但我方同意討論今天變題應該考慮更多本地因素 如此今天衡量變題準則在於 電競定為體育項目後 能否對本地電競運動員和電競行業的發展 才帶來益處和能否令年輕一代更健康地接觸 必然會進一步流行的電子娛樂 我方支持今天變題的原因有二 第一 選手無後顧之憂 電競業亦都能頭來頭 港府以前會代表香港參與國際賽的體育選手 是根據提供行常性的補助 經營民政事務委員會去年的文件指出 資助金額又不會每個月五千到三百元不等 反觀上你入體育項目的電競 選手只能靠積蓄、贊助和獎金來維生 連出賽的機票錢都不要自行解決 他亦建定選手將自委去年在訪問指出 因為見不到有前途 所以亦都難以維持生計 所以在2015年就要退下火線加保險業界 由此可見為選手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才可以為香港免留人材 除了金錢上的支持 選手更加需要完善的訓練系統 如果電競被列為體育 香港體育學院 就可以為電競選擇提供訓練配套 和其他體育相同 根據韓國等地的經驗 電競選手除了行常實戰訓練 亦都需要營養師和物理治療師 來提升他們的狀態 更需要訓練體能、反應和專注力 研究電競選手的訓練系統和運動科學 是體育學院的研究範疇 令電競選手享有運動員的專業水平 才可以提升水平 而最重要的一點 是唯有政府承認電競為例的項目 才可以在香港成立 相關的國際奧林克克委員會分布 從而令選手可以正式 以中國、香港為名出戰 亞運、奧運等認可國際賽事 韓國政府已經將電競列為體育 並加入國際電競競技聯合會 派對參賽準備就緒 仍然22年亞運已經將電競列為正式項目 我們是否想贏100年揚威示範賽的香港選手 在未來正式亞運賽 始終不能代表香港去爭取獎牌呢? 第二 將電競導入正規 免生年人繼續沉迷 千線遊戲成人是現今次會面對的大難題 就連世衛也深表相信 我亦相信這是有方重要的功績點 然而將電競列入體育和推廣電競 不可以混為一探 只要令曹星元可以出戰 或不等於鼓勵小朋友一起打架 更重要的是即使電競不是體育 成人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 除了禁止手機遊戲和網絡遊戲消略 並且將它列為非法 我們看到業界為將電競列為體育 已經釋出善意加強監管規範 例如為賽事因獨立的藥檢制度 若果電競成為體育未來同業家談判的時候 官方就有更大的籌碼 來規定電競選手年齡下限 甚至遊戲設置每天上限時間 練習上限時間 那個遊戲才可以被作電競國際賽等等 如果沒有籌碼一切規範都是空淡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 政府是否應該禁止電競追去抗任支流 還是找一個已經有規假的配套定位呢? 多謝各位 請幫助編發言時間為4分07秒 沒有消遲不需求分 接著有請反方主編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小朋友介紹一下 大家好 電競有熱潮有潛力 但有好處 和今天我們把電競列入體育抗號 兩者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有方講到聯合國的定義 但事實上 世界各地對電競系迷體育的意見不一 韓國、美國就承認 日本、德國就反對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定論 故此要討論今天的辯題 好自由方這樣說 不如我們看看本地因素吧 康文處指 本港發展體育是希望鼓勵市民追求健康生活 在社區建立到熱愛體育的文化 但電競一個脫離不到以電子遊戲為基礎的經濟活動 政府要將它列入體育項目的發展 和本港的體育政策方針有沒有抵觸呢? 它們對社會又有什麼影響呢? 故此 我方今天反對變題 原因有二 第一 不符本港體育方針 電競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 即使我方講到電競的專業性 但沒辦法否認的是 電子遊戲才是電競損失的擂台 主導的是遊戲商 但然而遊戲商開發遊戲 考慮的當然不是體育精神 怎樣得到展現吧? 它們想的只是怎樣吸納更多的玩家 怎樣賺取更加高的盈利 普林斯頓的大學心理學博士 雅當 無二特子 遊戲廠商設計遊戲當時 為了得到最大的利潤 往往都會利用人性的弱點和生理特點 去設置不同的模式 誘導玩家沉迷在裡面 出名的電競遊戲 好像王者榮耀、魔獸世界、英雄聯盟等 更加設有工會系統 比玩家在虛擬的世界產生歸屬感 終日坐在電腦前面 在電競的發源地韓國 更加是將電子遊戲上癮 列為國家心理健康中心處理的頭號問題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當班小朋友升中國診 會漸漸開始沉迷在遊戲中 對學業、家庭、人際關係 逐漸失去興趣 不飲不食 難道這樣 都是可以促進到健康生活嗎? 電子遊戲作為消閒的活動 是個人選擇 問題不大 但今天我們如果要將它 成為官方認可的體育項目 政府必須要確保它對市民的健康生活無影響 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根本不符本港的體育方針 第二,妨礙青年身心發展 政府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不僅是將它放入政府支援那麼簡單 更加是要向廣大市民 包括我們年輕人 宣告電競是有益身心的體育項目 令更多的青年認為打機是體育活動 對電玩成人和它的潛在風險調以輕心 韓國發展電競二十年 網印青年的數量就不斷增加 政府都意識到了這個上癮的問題 所以在一一年設立《呼鼓良法》 限制十六歲以下兒童玩遊戲的時間 將電競視為體育發展的中國 為了防止青少年上癮 騰訊遊戲商都推出了實名制 十二歲以下每日行玩一個小時的措施 周年電競隊創辦人張偉賢都坦誠 所謂的電競選手 因為長期面對虛擬世界 疏遠了家人和朋友 每個月需要透過心理輔導 來平衡虛擬和現實 今天政府將它的體育政策 為電競帶上了健康有益的光環 為何不妨礙青少年的新生發展呢? 多謝各位 答案 答案 請問三分鐘四十九秒六秒消息 不需要扣分 接著是公辯環節 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 一位便宜回答問題 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現 如有違虛 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 評判應同可直接扣分 每次一分 如公辯一方如常發現 評判可適行決定是否扣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填寫公辯分數的時候 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好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這位便員做公辯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便員 接受質詢 好 反方一褲 麻煩 我想問右方 好 正方方便 現在開始 你有兩分鐘時間 準備保釋香介紹示宴 我想問右方 如果電競不是體育運動 那你覺得它是甚麼 方文學 我今天看不到這個 跟別體有甚麼關係 喂 我們今天的問題 就是講一下電競 你有體育項目的話 如果電競根本上 有方跟我們說 它連運動都不是 那當然電競本身是一種 其實今天我方見到 世界各地對運動的敵意 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 將這個戰場塞在香港 我們今天看到香港的成績 好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不說電競是甚麼 首先 就算電競變成它不是一種運動的 只是普通在家打機的一個問題 那是否就不會令到小朋友上癮呢 今天我方是反對 將這個電競項目列入 將這個電競項去體育項目去推廣 我們列體育項目 其實跟推廣是沒有直接必然的關係 雖然我也認同他列入體育項目 但是列入體育項目的時候 同時最主要是進行進行進行 那我想問一下 那既然我們 既然我們 既然不應該鼓勵推廣 那麼我們應該按了打機用電競呢 我方同學 我不明白為什麼列入體育項目的時候 不一定要去推廣 今天任何的體育政策 不如你回答我們 你應該按了電競 今天我方反對 將這個電競項去體育項目 剛才有跟我們說 電競大陸的遊戲發展 騰訊會定下一個規矩 限制小朋友 只能玩一小時的打機活動 我想問 有方同學 只會在遊戲上 如何執行這個規矩呢 那我方同學 我不是太明白 有方主任剛才跟我們說 騰訊會做一個 有方同學 有這類規矩 來限制小朋友打電競 那有方 你是不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限制它 真的執行到 我方同學 既然我們今天都看到 電競對這個事物 無法促進健康收穫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把它做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剛剛所說 我執行方是怎樣執行 一個小時後 遊戲機就會自動 關掉 讓它完全玩不到 這跟今天的變態無關 有方跟我們說 你剛才跟我們說相片 有方是有份 隨便便自己的大圖出來跟我說我遊戲箱可以控制在這裏 接著輪到反方公面 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 你可以自由選擇聖方一位店員接受促進 聖方二部 反方公面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請可以計算 有可能先討論定義的問題 有關對體育的定義是甚麼 我們的體育 我們對體育的定義就是 凡是具有遊戲特質而出於跟別人比賽 有方同學我想問你這個定義出處 是不是聯合國的組織 是 聯合國的組織 有方同學你說你舉出聯合國的組織 但今天我看到世界各地 每個國家對體育都有不同的定義 有方成不成認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體育定義 那就是因為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定義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討論香港的情況 那我再問你了 我方專門和你講 體育政策的目的是要促進市民的身體健康 有方成不成認呢 其實有方同學是答不出的 那我再問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你請你直接回答我方 究竟電競如何促進市民的身體健康呢 電競速不促進市民的健康和他列入體育項目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有方同學是有絕對大的關係 因為我方專門和你解釋清楚楚 今天香港體育政策的目的 是要促進市民的身體健康 而你將他列入體育項目的時候 你要確保電競是要做到這個原則 有方同學做不做到 怎樣做 不需要做 為什麼不需要做這個 康民署對本港體育政策的定義 有方同學如何反對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政府是有意發展電競 有方同學有意發展 不代表中國列入體育項目的是否去發展 今天體育政策的目的 究竟是否促進市民的身體健康 電競在哪一方面不是促進市民的身體健康 有方同學請你舉出哪一方面促進到 在南韓 電競的訓練 都是到了10點 就不讓他進行 有方同學如何促進身體健康 你只能說他對身體的損害減少 所以我可能今天答不出這些問題 時間又請雙方停止發言 運作弓面環節結束 運到正方第一副 有三分多時間準備好請可以計時 今天有方同學很有趣的 問你電競好不好 你說不好 問你肯不肯 你又不敢打 因為打機會上癮 到問你怎麼解決 你又不知你這對 總之就不要支持 今天有問題是問港府應不應該把電競療養體育項目 不是問港府應不應該支持全民打機 例如之前香港搞電動賽車 並不是等於我們鼓勵全民超速駕駛非法賽車 就等同就算港府真是支持 就算港府今天真是支持了桌球和保齡 都不是叫未成年的人士 中人流連波流和飛仔鬥 剛剛相反將賽車拳擊和桌球、保齡等 本來被受歧視的項目體育化 除了培用了扶家駿、曹星瑜、歐陽、若熙、吳安儀、 胡小康等的精英運動員 更加令到以上的項目更加受到社會的尊重 而身手的參與者 在更加有規範的環境之下受到缺訓 今天我們看到這些項目能夠成功 也都希望電競能夠跟隨他們的步伐 今天遊戲生產商面對電競狂大的商機 當然是想搶佔這個道權 但是官方如果肯長先一步去導向 透過奧委會等等巨影響機構去貼貼 才可以反客為主 拿回規範等等的主導權 正如我幫主編所說 國際電競聯會已經為旗下的比賽引入了弱點 將來我們進一步討論的時候 亦都可以進一步限制遊戲的內容 甚至有防止上映 例如限時間的機制的遊戲 我們才讓它成為我們比賽的項目 再者我們看到之前 體操運動經常都比未成年 運動員參加 這種歪風就是靠國際監管的機構去貼紙 如果不是體育項目 我們又可以怎樣引入行之有效的 國際監管機制呢 現時香港依賴數碼榜培訓和發掘電競的人才 建議數碼榜公司最多人都只可以提供訓練的場地 至於發掘人才和其他支援的責任又落在哪一個人身上呢 但是沒有人 而沒有了這個人工業界的議員 吳永嘉就批評由於政府無價值的取態 以至電競運動缺乏專業的培訓 職業的治療、生涯的規劃等等的資源 遠遠落後於台灣、韓國等國家 我們看到它是只要港府 將電競定位為體育項目 將物色的人才和支援的工作 交給體院和數碼港共同處理電競運動員 才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 應付比賽同時 都可以發掘更多人才入學 真正推動行業的發展 最後想問有分學究竟還要曖昧幾多年 才可以真正地著手解決 明佛上的問題和為電競選手提供各樣的援助 多謝大家 正方一半發言時間是三分十二秒鐘小時 不需求方便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便 有三分鐘時間 準備好精準計時完事 大家好 先向右方列明我們的立場 我方對電競的看法是甚麼呢 如果是自己打的話 我方是不反對的 但今天是甚麼 今天變成講的是 將電競列去看入項目 證明我們是要制定一些政策 用健康的名義去推廣電競 這件事我方是反對的 接著我們就回右方的兩大類點來看一看 右方為何要把它列入體育項目 第一個原因 你希望透過列入後 就可以保障到一群電競選手 首先電競根本不符合香港的體育政策方針 要一群電競手享用體育園的生活保障 根本就是不合理 其次電競比賽純粹只是商業活動 電競手是屬於電競公司的 他們大多數跟公司簽約 公司自然會提供一些生活保障 以及退役安排給他們 政府為這群商業公司的員工提供一個退休保障 同樣都是不合理的 按照友方聯合國的定義 辯論比賽同樣都是有競爭性的 按照友方的邏輯 辯論同樣都是運動員 政府都應該為他們提供這個生活保障 其實說到底 友方都是希望加入了體育政策之後 就可以令電競獲得這個資助 想問友方為何一個行業需要資助電腦 是要用體育項目做解決方法呢 友方今天是否將體育項目 當作派遣的途徑 任何需要資助的口業 例如設計藝術、影視娛樂等 都要列入體育項目入面 其實友方今天是否贊同 電競應該受到政府資助 多於說電競應該連為這個體育項目 況且電競無列體育項目 並不代表政府不投放資源 其實友方自己都知道 在100年的長政預算案裡面 港府是匯款了1億比數碼 改裝著部分商場成為專業的電競場 友方跟我說什麼呢 沒有人幫他們去佩服人才 但我們今天看到 政府推出了電競支援實習計劃 為電競業聘請一些人才去加以培育 達到友方你所說的體能、手眼協調的訓練 甚至資助一群電競業界參加境內的交流 令到業界可以在電競發展中追求進步 如果按照友方的邏輯 沒有列入體育項目等同於沒有資助的話 友方你如何解釋以上的政策呢 友方跟我說什麼呢 說列入了體育項目反而 令到一群市民不會上任 友方跟我說這個讀策是怎樣的 今天電競的本質就是打機 而且是長時間的打機 當政府將電競進入這個體育項目的時候 就像其他體育項目一樣 必須推行一些相關的體育政策 將電競推廣在市民當中 友方又如何論證 這群市民不會因為參與電競 而普遍增加電源成人的風險呢 老基礎教育學會會掌討論 指出長期打機 不單只會衍生尊重力下降 負面情緒這些情況 更加會因為老部長期受到刺激而上癮 難以解除 在這種情況之下 電競如何體現體育的原因呢 友方同學起今天又是否智商話題呢 多謝各位 男方一副發言時間為三分鐘零五秒 母宵時不需要救分 接著是整方二副變 三分鐘時間 最好才可以計時到司機 主席評判著著 各位大家好 在元朝的時候 因為蒙古的統治者崇尚武力 所以他們來到中原統治的時候 就順便將雙泊的風氣帶到中原 漢人很喜歡雙泊這種運動 所以就一直在沉迷於這個雙泊活動 然後元朝政府見這些人們不務政業 所以就決定全面禁止這個雙泊 凡是有人學習雙泊或玩雙泊的話 他就決定要將它完全廢 而回到這場比賽 友方和他的邏輯正正就是和元朝統治者一模一樣 我們今天看到 友方說 對呀 打機是有 我們承認打機是有 存在一些上癮的問題 但是呢 友方同學今天的選擇 就是對於這個問題 如何解決呢 就是他會決定完全去廢除它 完全去不置之不離 只要將它不立入體育項目 這樣就可以漠視了這個問題 但是呢 正如我方主辯所說 我方主辯的倡議的是 我們要將這個電競 立入為這個體育項目 正正就是呢 令到電競更加上了一個正確的位度 去規範了這個電競 為什麼電競被立為這個體育項目 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規範呢 就是因為我可以看回南韓的例子 其實呢 普羅大眾對電競 也有存在很多的誤解 正正好像友方同學一樣 大家都覺得電競 就等於打機呀 影響心智呀 那些廢青呀 就是電競 但是呢 我方會看到就是 南韓呢 正式的電競訓練 是怎樣的呢 每天要有三個小時 要做體能訓練的 訓練什麼呢 就是訓練他們的專注力 訓練他們在打機的時候 的反應夠不夠快 這樣呢 跟我們現在被立入為 正式的奧運項目的射擊呢 又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都一起都是 訓練他的專注力 可見呢 這個電競 其實是具備一個 正式體育項目的規範的 跟著有方同學又說 電競 跟著有方同學又說 政府已經有資助電競 所以呢 政府 所以就把電競 立入 立入為這個體育項目 都無關同樣的了 但是呢 我方會看到的就是 電競呢 好像說 司令報告好像 會款一億給他好像很多 但是呢 我們看到 他搞了電競 音樂節就已經用了三千萬了 是三千萬了 有方同學 所以呢 這些非行常性的資助 又對電競行業有什麼幫助呢 然後 我們再看回 如果電競 立入為正式體育項目 他們是無法用中國香港的名義 出展奧運的 這樣他們所花的功勞 就會白費了 請多多個位 方第2度變態 成為3分鐘17秒 有消息 請評判 試一下 求體分子上 求婚 現在是 每個時5秒 就等於每位評判 基本該變成分數 要面購長 5分 不足美麗 當面要計算 那現在是 反方第2度變 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 請向提示示示示 請問 請問 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關我的立場 和我方的立場 都是相同之處 其實我們雙方都不反對電競業的發展 最終有關的義父 就說我方要禁止全部電競 我方從來沒有禁止 我方先離聲了 現在再說回 但今天變態討論的是什麼呢 就是港府 應不應該將它 列為一種體育政策 在這個體育政策的完結之下 將它當成體育項目去發展 這個才是變態討論的核心問題 有方全場沒有回應過我方 所謂的體育政策的目的問題 有方是承認的 有方承認 在港府要推出一個體育項目的時候 他必須促進到這個 他必須促進到這個市民 追求健康的生活 在社區見到一個 建愛體育的文化 有方回應不到 然後再看有方的定義說什麼 有方一開始和我方說 那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 到現在都沒有說過 其實我方一貴然後再問了你 有方的問題 他就是辯論 很多不同的競技性的東西 他都可以在體育項目 有方答不出 這個定義的問題 有方說不說他 再說回資助的問題 其實這樣說到底 有方將他列為體育項目 他不是想玩什麼 他本身是一個體育項目 他只是想選手 可以獲得政府的資助 但問題是 是不是真的體育項目 才可以有政府的資助 不是 我方一貴答你 在金錢援助方面 政府上年撥了一億 在數碼中發展電競 在發掘人才方面 有支援計劃 可以培育電競人才 如果有方研究 其實在舉辦場地方面 都修改了遊戲機的中心條例 匯免一些電競場地 去申請牌照 這些通通都是政府去支持電競的例子 不需要將它定義為體育項目 才可以有 如果有方剛才有方的義父 就說研究 你的一億太少了 我三千萬都用了一半 如果你研究 今天數碼中的行政總裁 任警信表示 未來可以推出更多的新措施 調撥更多的資源 有方所說 有什麼常規性 不常規性的資助 未來都可以照有 但發展電競 我方當然是不反對 但有方將它列為體育項目 到底和發展電競之間 有什麼必然關係呢 是否今天有方同學的辯題 其實散改成為 今天港府應該大力推動電競的發展呢 然後有方同學又說 還有一些體院是關事的 我們可以平少一些體院 去平少一些人 我們可以叫一些體院 去培訓電競選手 但有方論正欠奉 有方主辯去義父 都從來沒有說過 為何一定要體院 才能培訓電競選手 電競人才 你見到現在政府 都可以去資助他們 都可以去培訓他們的時候 有方為何要偏偏要體院 才能做得更加好呢 然後資助問題 有方都退了 說不說去 現在就和我方說一些關於上癮的問題 有方就說 你上癮了 我們可以去監管 但問題在於 有方提到要監管的時候 正正顯明了 是因為這個上癮 對青少年是有問題的 政府將它當成體育項目推廣的時候 就會鼓吹市民去對這個上癮 更重要的是 它本身就違反了體育政策所謂的原則 就是它不能夠促進市民的健康生活 當它本身的原意 已經和體育方針相違背的時候 為何還偏偏將它列為體育項目呢 有方問我方是否要禁止電競 是否像雙婆那樣 那些蒙古人 又要禁止雙婆呢 有方說我不是 因為我方的立場 對於一些可能普通本身 打機燒天或娛樂的人 我方認為沒有問題 我也有打機 但今天它是將一種打機 標籤或一種證明 標籤是一個健康的運動 這個就是問題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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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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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跟我說體育項目 我就跟你說體育項目 相問有方 香港體育政策 目的到底是要做到些什麼 就是要有益到身心健康 而我們今天就看到電競 是怎樣有益身心健康呢 就是他要在千變萬化的虛擬世界裡面 他要用最快的時間 作出一個反應 這就是訓練他大腦的反應的能力 有方跟他說很難問 一方面跟我說為什麼他可以促進身體健康 就是透過他那三小時的體能時間 一方面跟我說什麼 因為他可以促進他的刺激性 所以就可以令到他的身體健康 有方跟我們回答我 我先說電競可否促進到健康 有方跟我們回答我 有方跟我們說 有方跟我們雖然可以透過體能訓練 可以令到電競在那個時候 都可以確保電競完身體健康 但不代表這件事情 只是確保他的身體健康 單純只是靠體能訓練 有方跟我們說 有方跟我們說身體健康 是否單單見據你的三小時的體能訓 而不是關於電競的事 我們都看到電競有可能構成沉迷的機會 但是右方即使不 但是我想問右方 如果將他不練為體育 你又有什麼方法可以抗保 我們不練為體育 他就不會沉迷遊戲呢 繼續 右方跟我們說有沉迷的問題 今天我方跟你說得清清楚 我方都承認 他看到政策的本質 就是為了促進市民健康 既然有沉迷的話 還如何促進市民健康 正正因為有沉迷的問題 我先要把它列入為體育項目 去促進人民的健康 我先把它列入為體育項目 令它上一條正確的軌道 這樣才可以令人民正確去 了解到電競是什麼一回事 而不是只是沉迷打機 有方同學說 到底列入了體育項目之後 怎樣可以令他們 這個想要的問題可以解決 有什麼細節方案呢 我們就是要教育人民 電競 我們就是要靠電競 去教育人民 我們打機不可以沉迷下去 有方同學我不明白 為什麼教育一定要透過電競 在體育項目上進行呢 有方同學說 體育項目就是要求 這些運動要健康 所以將電競 代為體育項目 可以將電競更加健康 其實我自己都教育 聽到自己講些什麼 今天體育政策的原理 它本身就是 一定要在這個體育 是符合到身體健康 才會留下 有方今天因果倒置了 其實我們看到它 現在令到市民不健康 那就拿進去拿了健康 我自己有方的邏輯 今天我的吸毒 令到市民身體不健康 是不是應該把吸毒 列入一個體育項目呢 有方 我想問一下你 吸毒這個東西 是否涉及到自身上的經濟 或者跟其他損傷的經濟 就是大家鬥哪個吸毒 吸得多些 有方可能你的邏輯 真的很可笑 有方可能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我們奇藝 即是足企這些方案 仍然可以成為一個奧運項目 有方我不如跟我說 那麼足企 是否又等於 一定要直接達到 構成身體健康 才可以成為一個體育項目呢 但有方說 至少你的足企 不會上癮 不會捱到身體健康 我再問一下你 有方我剛才就說 那些 拉分定義來說 其實定義 你主編說完之後 你一直都沒有說 我想問一下你 關於定義的問題 今天世界 是不是 全球作地 是否都有不同的定義 是 現在看回香港的情況 用香港體育政策做例子 不要說不過的時候 又無緣無故說 你的聯合國教訓 不組織出來 說今天體育政策的時候 你如何出了健康 可能香港是世界的一份 正如有方我剛才所說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體育政策 是 但正正就是 香港就是作為世界的一部分 等於我們可以同港法 基本法這件事 雖然是香港的定位 但永遠都是under 永遠都是 在中國憲法之下 根本要聯合國的政策 要在香港上 但有方我先提醒你 我雖然知道你很想有世界公民 但今天中文辯論 先不要說英文 其次要講第二件事 今天有方我講的很奇怪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全球體法 那些什麼基本法 不知道做什麼是說什麼 今天就是講香港的情況 今天體育政策要促進健康 這一點有方承認 我想問你 再追問有可能最後一次 他如何直接促進到市民的身體健康 電競是體育來的 因為根據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所說 電競是需要選手的心理體能 以及才可以在上面比賽 因為國際奧委會都不承認 電競在一個體育項目的時候 到底有方同學如何講 今天這個電競可以列為半端的體育項目 現在我們就看到 亞運已經將它列入為 它的正式的體育項目 聖方發動時間用盡 現在反方還有23秒的時間 聖方可以派一位或多位的電源用盡 先講一下亞運的例子 其實亞運的例子是建議的修士律 主辦部的優劣的體育項目等等 必然等於他立了就等於體育項目 再講一下今天有方的立場 其實有方承認各方所說的任何事情 他承認體育政策要促進健康 他承認現在全球各地對體育沒有一個明項定義 然後有方同學一直糾纏 他為何可以促進市民健康 但此方都說不到 上任的問題有方可以監管 有方說要監管的時候 其實我也承認了他促進不到市民健康才要監管 如何應該令人聽到項目呢 剛才政科在自由運動的發言的時候 用了英文under 根據賽規 如果由辯員講出了外語 批判已經發言 可以自行決定的嚴重程度 對該辯員扣一次 能夠看嗎 現在是傑邊時節 雙方傑邊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準備食物 準備食物 同時小事 交給就要示一下 嗎 沈家 沈 enqu 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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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鮮油、冷乾、澱便總結 有四分鐘時間,請您好,先開始計時和施衣 大家好,眾觀全場 鮮油一直支持電競法治 但有意發治是否一定要列入體育中? 當中的必然關係是甚麼? 要說服廣方,有分見面,必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電競是否符合滿肝體育政策 一開始跟我們說電競配合有競爭或有身體活動 就要列為一些體育項目 但按著不同的邏輯 中文寫作有助啟發學生的創作思維 提升文學修養和寫作能力 每年都有不同的機構去舉辦比賽 亦都有身體活動 是否中文寫作都應該要列入體育項目呢? 我本主編已經講過了 連電競是否體育項目 各地已經有不同的爭議 例如日本、德國都不承認電競是一個體育項目 我這樣一錘定音已經是一個問題了 但因為單常香港是世界的一分子就要列入 既然定義都有不同 我們就應該要討論電競是否適合在港府認可的體育項目 考慮到本港的體育政策 為何不是更加可取呢? 當港府將電競列作體育項目的時候 意味著政府需要推出相關的政策 例如興建申請師 舉辦全港性質的活動 在學校舉辦競賽 去鼓勵學生經常參與 只可惜電競不像足球一樣 來有個球就可以比賽了 另一是由電子遊戲商去做主動 而遊戲創造的原因就是為了吸引悶家 令他們投入其中甚至上癮 第18年 世衛章電滿心田症 也就是電滿成癮 列作精神病 加州大學中學神經學科教授 莫知你電子遊戲對大腦影響中 又提到 長時間打機容易導致打機成癮 造成精神障礙 注意力無法集中 學習和社交障礙等等 政府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是否變相鼓勵大眾多參與 一些對人心理又損害的活動呢? 當電競違背了體育政策 鼓勵市民追求健康生活理念 又如何把它列入體育呢? 有方純粹是因為電競水修 會經過三小時的體能訓練 便能促進到他們的身心呢? 有方知道 電競在體育上的價值 講不過去 終於探出底派和他們講錢了 究竟發展電競 是否講到一些政府資助 有方說 發展電競需要一些政府資助 但為何現時電競 不會跌入一些體育項目中 但電競產業是否不能獲得政府資助呢? 有方說過在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裏面 政府去數碼講 他付款一億元 有方是怎樣解釋 在電競未被列入做體育項目的情況下 仍然能得到政府的資助呢? 有方原來最後想跟我們說 一億元不夠 那到底都是因為金額多寡的問題 而不是體育項目的問題 有方是否變相都同意 不論電競是否列入了做體育項目裏面 其實政府仍然可以提供資助 仍然可以補款支援他們發展呢? 相信在座各位都聽過英雄聯盟 食雞等等的電競遊戲 但熱潮歸熱潮 電競為何對青色列帶來圖面影響呢? 電競和電子遊戲脫離不了關係 除了電競是專業競賽之外 本質依然和打機一樣 依然會導致上任問題 今天有方也跟我們說要監管 或者要更健康的發展 其實甚麼承認都有問題呢? 例如右方便問右方 是否一些有問題的東西需要監管 例如吸毒 你列入一些體育項目裏面做監管 右方其實是不能回答的 到底為甚麼列入了體育項目就等於規範呢? 今天右方和我談談一些南韓政府的例子 南韓政府根本就是見到 青色列沉迷電競遊戲的情況很嚴重 才要監管 並不是因為列入了體育項目的問題 當政府試電競或一種體育 青色列會有甚麼意識呢? 但不以為打機是一種很健康的活動 但以做運動為名 沉迷遊戲為失 未來會變得怎樣呢? 到底我們的教育 是否應該要這樣呢?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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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現在雙方 請現在雙方各派一位博客的代表 同一場計算成員的計分室計算分手 在這段期間我們先邀請平潮講平語 現在先請范君或死者跟我們講相片 我會在這裏講 我講了正方之後才講范君 我覺得正方的進度嘗試是重新見一次 大家對於看一個想像 可能是在一些體能上的動動 講到是范是競技 全都是體育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由歷史的進度來講 是一個好的方法 即是令人感覺到其實你的競技的展現方式 是可以隨著你的目的進步 是多了不同的表現方式 但我覺得今天正方有一個問題 其實是對於一些反駁 或者你自己主線上的內容展示是不足的 譬如是講到你第一個論點去講 譬如說現在的體育項目 現在電競作為一種擺在那一億個創科 或是創科基金底下 他取不到足夠的支援 但是為何那一億的支援不可以再多 或者是那一億支援有些甚麼不夠 其實都不是很明白 另外是究竟對比起你擺進體育之後 聽到很多名詞 譬如說可以有甚麼營養師等等的幫助等等 但實際為何他入了體育項目之後 就可以有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不太明白 那可不可以嘗試多多些 譬如 因為我知道現在電競 香港在世界排名來說都是高的 除了你剛剛所說亞運拿了金牌 或者可能在不同的錦標賽的獎牌之外 會不會講到可能 其實香港如果你將電競進入體育項目 它都可以是屬於精英項目 那因為它是精英項目 所以政府會特別在這裏 加大力去發展去推廣等等呢 那或者可不可以除了講一下 譬如說在業運動員之外 會不會講退役之後政府 就是因為你將來做家的項目 都會對一些的退役運動員等等 有多一些的生涯保障 譬如我不知道 可能你給錢去資助讀多一個學位 令到它不會退役之後 立即失業 就是有這些具體的論述 就可以令大家都明白到 為何你將它成為了一個體育項目更重要 跟它現在擺在創科之下的分別是什麼 我覺得呢 正方在今場這裏是論述少了 那另外再講第二個論點 是你說正位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鋪了很多時間去講上映 其實不是很明白 即可能也不是很明白 但為何要講那麼多上映的問題 之後才明白你是怕法科去打 但是我自己在想 其實是否不需要鋪那麼多說 你怕上映的問題 因為一來可能法科不入地補出 我覺得它重點應該要講回 你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之後 如何規範化了這件事 但是譬如你會不會 我不知道 有沒有可能是政府用功強力隔離之後 可能限制一些遊戲開發生 它不准在某一段時間亂打 即是不准在某一段時間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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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為何規範了之後 反而會好像你所說 電競不一定在某一段時間亂打 另一件事我覺得可以再展示多些 就是因為你今天用 即當凡方跟你說 其實打電競是很不健康的時候 你嘗試跟他說 打機和打電競是兩回事 但是你用了很多拳 什麼看街頭打架台拳的例子 即是這些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都是聽不清楚 究竟在你們眼中 打電競和打機的分別是甚麼呢 好像義父的時候有說過 會不會亦有三小時訓練 還是不知甚麼練考等等 但是可不可以再說多些 譬如是他可能 即可不可以再說些 可能是電競的重點 可能跟其他運動一樣 即是你的skill set 需要的可能撐到 譬如你是團體合作 你有策略 你要專注力等等 那或者是本身我們想像體育 可能只是一些大幅度的身體擺用 但其實變了去電競的時候 那個skill set 轉了是手眼貼條等等 如果有多些這些論述 就可以一來令大家明白 為甚麼電競是比較 類近我們想像中的體育 而你都可以覺得 電競和大家想像中打機的分別是甚麼 然後再簡單說說法方 我覺得法方今天的導演 是打電競不是好東西是可以的 但有個問題我覺得去到尤其是一步開始 那個立場會有些奇怪 因為我聽到凡康的論述 嘗試是說 嘗試是說 電競 打電競 即是鼓勵打機 打機就會有很多不好的後果 但是 一理由不好的後果 因為一步的時候說自己打的問題不反對 那是否 即是說到打電競有問題的時候 那是否政府放任 那些人打電競 全部都沉迷 然後不上學 不吃飯 那些是否就是沒有問題 這個我是有質疑 那去到好像後場的時候 都還說 你其實是覺得 現在已經有 擺了創科的一項 是已經在支助電競 所以沒有問題 那我就會想 其實你的立場是覺得 究竟這一項 都應該不叫了他 是因為政府猶豫 都不應該支持電競 還是理想的遺書 只要放在那一項 即是他的名字 不是體育項目 然後他有任何的 nerative effects 都不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我會想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反方在想那個 即究竟 你是否 即港府應 應該發展體育 不是 港府應 是否應該把電競 立體育項目的時候 可以的立場 找得再仔細一點 究竟你們所講的問題 是否將 即是在你們所提出的 rebuttal下 就不會出現呢 這個是我自己的疑問 那另外一件事呢 其實我都會想 聽多一點 就是你們自己 對於體育的看法 因為今天 我自己聽你們 對於體育項目的定義是 即是像是有 扮是能夠追求 健康生活的 就是等於體育 或者是 即是你們今天嘗試 將現在體育項目的好處 就當成了 他可以成為 體育項目的條件 那我想的是 如果是純粹 只是講 將健康生活 那我吃菜 吃菜有 人造健康修路 那是否又等於 可以是 體育呢 所以我想的是 你們在講 展示人體育項目的時候 會不會除了是講 他的目的就是 為了將健康生活之外 而我其實都有其他的條件 例如可能是 體能動動等等的東西 才可以令到他 符合體育項目 在定義上 論述就會完整一些 另一方面就是 今天講了很多 打電競 就等於打機 就會打上癮都不好 即是 將他連了體育項目 就推廣了 推廣之後 就會叫多些人打機 那就不好都會上癮了 但我覺得當中 其實明白的 但我覺得當中 需要一些更加詳細的論述 因為當對方問到你 譬如我推廣拳擊 那是不是又等於 叫人去打架呢 其實 反方這方面的回應 都不是 即都不是真的 很有實質回應 所以我覺得 推廣 越上癮 這方面的論述 都要再詳細一點說 甚至乎是究竟 你推廣完之後 實質問題在哪裡 即今天聽到很多 口號式的去講 很多人會上癮 很多人會 很多人會 什麼不上學等等的東西 但是實質的數字 有多少 其他地區情況 究竟有多嚴重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 因為正方說 其實電競在其他地區 已經發展了十幾年 那我就想的是 如果 真的好像 反方說到社會問題 這麼嚴重的時候 那為什麼發展了十幾年 它都會繼續推廣發展 即背後 其實是不是有其他原因 在這裡呢 我還是覺得反方可以再考慮一下 那我的分享是這麼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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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再請孫燕博先生 和我們就相當表現一下 嗯 你好 好了 都是坐在這裡 和嘉儀 首先就講了 我想我應該會正反 裡面會交通的說明 首先就講了正方 正方的面子 其實你們那個註定 可能是沒有問題的 你們有講到維持的 有講到曾經連發文 你們很考慮地去 去 去 去講就是 其實它是 它當時 他搞定 其實是屬於自賣的觀測項 即是說是那個地方的決定 而馬方 他們沒有訓練 那你們 可以再講多一點 其實如果 只要 做得夠大 可能這個是 飛來是有前景的這個行 那其實 當越來越多途交 就將它定為一個自賣的觀測 和國外 那其實 其實如果 香港是 起步批反應家 做國金日 我們可以見到 在世界大舞台 會再出現 那其實 我相信你們在 你們 後面講的 甚麼聯合國是一份子 我想其實你們想講這些意思 那我覺得 只不過是你們 即你們包裝關係 在比賽之前 應該去講一講 如果你們要講這個 就會 在你們講的時候 就會造成 運動關係 那運動關係 就會急 急的關係 就要離開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主編 開得沒問題 然後 其實你們雙方 講完 主編後 會有一次教授 你們會知道 他們會出甚麼套 會出甚麼招數 下方 你們完全是知道 整理會怎麼打 那 我 即我會覺得 就是 當你們 跟對方 交完手之後 那 我會 認為 會將體能陣 即二副 所說的體能陣 可以要求 搬去 一副那邊 都會適合 那 原因就是 你 其實 反方 他 主編那裏 他不是真的 很強調 關於那些 黑板印象 裡面 如果他們是 其實他們 可能說 都是大機會成人 當然 有一定 黑板印象 但是如果 就這樣說 電動車 飛車 電動車不等於飛車 波浪不等於 飛車 然後拳擊 不等於打架 我們說 那你們是否會 最後會再 告訴我們 其實你們這三個 未必是想 這些事情 如果可以提早 說 其實我們 我們覺得 電警雖然 他們是會 較嚴重 但是 是否必須 會成人 不是 主要有 政府的一體 措施去配合 其實是可以 幫他們 改變 一些人對 他們的 既定 那個 抗炎 抗炎 現在 這張抗炎 然後 可以得到一個 那裡面 要不要再講 先回答 你會好 那 既然 即 那 你既然 我覺得 這張抗炎 可以提上少許多 說 然後你們可以再說 關於 正派運動有何 其實你們的電影和靜甲運動應該屬於龜律床的方面 它不是一些激烈的經驗,即是它不像電影 不是好像那些網球那些 它是真的靜甲,好像為不為棋 譬如猶豬棋那些 其實大方都很有意 它們會認為猶豬棋那些就肯定會身體健康 而且它們亦都是故意不去講這一點 再想回,我們平時坐,你如果捉起的話 捉起之前是屬於那些押韻、那些行動來的 如果這個阻之不正常,你腰駕駛也會突出 意思就是說,你原來坐那些都會有風險 真的說得好像反方要就著現在那個 講到就是將電影那些東西一定是差的 所以就算我們覺得將電影證明搞也好 就算是影響的前景也好 總之見到它有任何一點差的陣景 就不應該做呢 如果它們是基於這個 這個論點再做規律的話 其實下一點我們可以再做 那是不是所有運動或者所有製程 我們覺得差就不應該做呢 如果是的話,其實我們當然不用做 那什麼東西都會有差的 差,即是什麼東西都會有差的方面 那差就是我們怎麼可以有 切換低一個不是運動的體型 這個案件 那這個就是我對正方的意見 不是,那還有一些想補充一點的 那我就覺得,其實你們可以講我 即是譬如你們講電競 其實LATES打了,那些正方會花很多時間去解 去講清楚究竟電競是什麼 電競和體育的相關性 即是為什麼 在一個狂狂,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於正方的工作很多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它會不會 可以講一些關於電競這方面 對文化上有什麼影響呢 你會存在什麼影響呢 對本黨如果是投入資源下去了 如果經濟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這三方面都可以分別去 多一點點 而不是這樣說,仍然不會上癮 不是,仍然我都會上癮 但我們會規避 我們都知道會上癮 但我們會規避 你看看韓國 他們有三宗的運動 我們可以留很漂亮的 我覺得其實可以在這方面 即是在剛剛講的內容方面 其實可以再豐富一點點 那就變相不會不斷重複 不斷在那裡討論 但是這些人會幫助到你們 在臨上關於為什麼電競 要成為人體育行的一些標準 那我覺得這方面可以做到一點點 那至於反方的方面 那 反方其實有些位置 如果真的預料 是可以預料的 那其實那些位置 在處理的那個位置 即是說了出來 就預了給政策挑戰 那例如什麼呢 例如他們有考慮到一些 社會 對社會影響 然後又說 關於人體上 和康文廚的目的 和關心 然後第三項 他們說出來 你們可以挑戰的 就是關於結合公會這個問題 那好了 那如果真是 現在講關於 我倒了過來講 那如果是關於公會這個問題 那只不過你做任何人 都是牽不去組織一班 有共同興趣的人 去做同一個活動 而之後這些事情 只不過在遊戲上 他們就叫做公會 那如果我 我本身做任何 這樣的目的 就是牽不去家庭 和人之間的連結 那其實遊戲成立的公會 又有些什麼問題 我還可以在遊戲前 去約一些人出來 可能是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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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所以遊戲中的公會 是幾百億美金收入的一個行業 有誰會想到呢 都現在其實大家都會見到 這些傳統運動行業 他們現在是達到這個經濟層面的高度之下 他們都願意是不斷去撥錢 去投資關於這個不同的電競選手 以及電競不同領域上面會作出投資的 例如我們會見到有些藏起銀河 即是銀河 我們會見到有Overwatch 我們會見到有那個權利益 第三個男子 他們都會是現在開始是投資關於益權 去這些這樣的資金行動 如果美國開始是做什麼 其實香港是否應該是從事去撥錢 到現在會不會有些什麼的 真的會帶來回報呢 因為這些商人是自然不是傻的 他們不是購錢扔下去 然後說其實我為社會為公益 他們不會 他們都會這樣實際回報 那這件事帶來有什麼實際回報呢 這個是會讓他們去帶來 不同的各種收入 例如廣告 這些自己的產品 或者推銷那個能力的商品 那些電競的方面的產品 那其實這些都是他們見到的 那而我們都曾經已經見過了 已經有國家將電競列為他們那個 那個觀察項目的話 那其實是電競 無論如何說都沒有用 那標準竟然定下來了 那如果是科技領導 那個標準不再是符合 現在那個社會所討論的 或者做很多東西 那我們就去改一個標準 甚至廢了舊的標準 去再定立新的標準 那這個做得很好 那所以反過來的話 我會覺得是nationation 那我非常之適合 那我又覺得正康 可以在剛剛所講的 可以再想一下 其實可以有 剛剛有很多方面可以討論 那你就可以選擇一些 然後再著重去 讀過照片 你們選擇得很穩定的 謝謝 謝謝 最後有請 前輩先生給一些評券上網 我相信我應該 用五分鐘以下的時間來講 因為下一場就是 我先講一個伴侶 電系的主題是講港府 不是電影 所以討論重心 一定是講港府 究竟應該是做電影長 我的官員也是關電影 但是為什麼他演繹港府 將或者不將電影 做到我沒有分野 我覺得如果正方 要 正方贏的位 贏的位的因素就是 你所講的就是 主要是你的 論點貼而言 就是在說怎樣去 將它立即規範的方法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開頭的 但是收得不好 收得不好就是 港府立入和不立入 究竟對於規範電影這個項目 究竟我可能會怎樣 這條題是一個傾斜的 就是港府 港府本身是有一套架構 它有文化事務部 它有康民署 它會經常在學校園 有體育的基金 有體育的 它自己有一套架構 但是 平衡的一套規管 香港體育的架構 就是可見自己的委會 和下面的 所以港府立入和不立入 對於規管的運動 本身就會有關於哪裏呢 我覺得正方的一套 是有少許的 即是怎樣影響到 香港現在的電影 總會 或者影響到港鐵的委會 去規管 他們私底規管體育的政府 政府是制令體育政策 支持體育發展 透過體育實施 精英運動員的支持 支援打營體育上市 或者保護體育 那如果港府的目標 都是想將電影立入 這些法律 那你的規管究竟是 適合到 是怎樣去補免 這些法律的外事 你說是在保護的事 怎樣嫁入一些人 你要去到這些位 你的港府英 那些三個自我工作 即是電影本身有它的特色 電影本身有它的特色 電影本身有 或者電影本身 目前有一些問題 需要港府來介入 問題是怎樣 要將它在行內嫁入 我覺得這一步是需要 正方是開頭之後 要講清楚 立入讀 不立入讀 對你想做的規管 幫助的分別 但你說現時的錢 一些不夠 為何立入體育項目 才會更多 即是在精英項目裡 而它本身都沒有規定足夠 或是預目及備的事情 你達到目標會幾千里 那你說現時 電影本身已經是 在香港切裂的 它很容易地 滿足到精英 學目資助的目標 所以未來幾年 它會 匯利 即是未趕到這些 我便會 壓你過了 即是未來 那一億港一五千萬 是幾場地 還有其他錢 是人財 培訓 等等 或者預政府的錢 是搞兩幾年 去到下一步 所以究竟 為何用立入同體 不立入 去更加多些資源 我正在說到這裏 你的工作才會完成 反方就說 開通明言 就是不合乎 體育目標 就算有其他國家 的體育機構 同意了這個做法 我都不同意 因為香港 實際上來說 我看不到 什麼國家的體育目標 不是領導人身深刻意 可能 地球全球的體育總會 國際委會 都是在意 因為這就是體育的 共同的特色 所以 你想將它去 最主要是香港 其他原因 就是你不想和它 普通一些異經難入 體育目標 這才是真正的戰略標 所以 這個位置 其實正方不是很差 這個叫做不同地方 有不同定義 是的 是不同 在不同地方的定義上 其實不是很大分別 但只是做法上有分別 有些地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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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日本 德國也很對 你說內地台灣 南河 跌入也對 這個問題是好 你究竟評判應該順便好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 要搞的事情 你說香港 因為南河 所以現在同樣 立入的南河 但內地和台灣 就難到就不快 所以 這個定義 想洗走一些 立入的國家 或者地區 今場是成功 但是有貢獻的 就是別人的定義 是否台灣的人 現在民族 不是想著 要上任 就是外政方 我會問 究竟 理性的分別 有多麼明顯 這是第一 第二 你都同意有這麼多問題 但你又同意 要資助他 這個我覺得 反方一定會有 矛盾 你就不想跟他 這個問題 你說個人沒有問題 政府幫他都沒有問題 就是 那現在大家覺得 有機會 資深的社會問題 在反方的跨家庭 會怎樣處理 這是一個壓動 因為 整體政府的幫助 只是到達人 起數碼港場 和付錢 去做人民培訓 但是下一步 怎樣做 當然這個謎 政方可以說到 立入後 那些謎 已經解開反方 多數的集合 問他 立入了看項目 怎樣令到 人不成功 你都應該盡力 反方的謎 就是立入後 那些暴日的問題 上癮的問題 你真正要去解決 其實立入是否 明目上要太多難 就是很坦白 你都是涉及到 教育社會 學家 或者是 醫學界的問題 他是不是要 體育本身 其實不是太大影響 他要上癮 他要上癮 所以這樣說 我覺得會淡化到 正方其中 將他立入做體育項目 而是用體育的處理機制 去處理一些問題 很坦白說 究竟立入做體育項目 是否有更好的處理機制 有沒有其他 已經立入做體育項目 會有同樣的成癮 或者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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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是反方第二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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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